韓國滑雪季來了就旅行社推出了釜山四天行程 團費不到一萬元就能出發 讓好多人看了好心動 但是價格並不包括簽證、導遊小費等等 來回的班機時間也都在凌晨 至於消費者買不買單 選擇權在資金他們的手上 夢幻雪白世界韓國滑雪季登場 旅行社開團推出搭連行釜山滑雪行程 四天含稅不到萬元 這價格真的好心動 不少人直呼簡直比玩國內還便宜 後面這邊是可以進去蒸的 但是它89度我是覺得有點太熱了 看看行程體驗漢正木 伊甸園滑雪場 裝備教學翻譯全含在內 還有燒肉自助餐 再採點各種知名景點 但便宜行程有貓膩 看看時間 航班凌晨兩點出發 回到台灣已經凌晨十二點半 還得自己處理簽證 新冠保險 導遊小費也得另外支付 包含是領隊導遊司機的服務費 那以韓國來說的話 基本上一天是會付到1000元的台幣 團費低但另外支出的金額不少 四天行程可能要再多準備4000 還得注意旅行社也會安排人生跟彩妝 等購物行程 也只說行錢都會說明清楚 簽證現在去韓國就只要辦那個 KAT所以也不會很貴 就三四百 覺得蠻心動 因為真的很便宜 可是就是會擔心 就是太便宜 可能會不會有一些 就是 可能行程排隊沒有那麼好 或者是航班的時間很差之類的 也會有疑慮不知道時間好不好 然後可能 有可能要去一些地方買一些 付一些小費什麼的 然後會不會變相的漲價這樣子 乾川洞文化村 釜山超有名經典 許多人非韓國喜歡自由行 算算看搭乘聯航 來回機票加行程 7000元跑不掉 滑旋場也至少要1500元 還有簽證500 再加上當地交通三餐費用 這誘人團費怎麼算 都還是比自由行划算 民眾能不能接受這些額外支出 選擇權還是在消費者手上 記者張曉元 吳振宇 江澄君 台北採訪報導